另外在台中市日前发生了三十几名街友聚集在第一广场前睡觉 让经过当地的市民有点紧张 也有人批评会影响市容 台中市政府现在决定在火车站周边划设三个街友禁躺区 不准他们随便乱躺 随身家当如果占用到公共区域也会立刻被拖走 那么就有街友抱怨这样实在太没人权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属于市民的公共场所 本来就应该还给多数市民 整个第一广场前几乎看不到半个街友 因为这阵子正在进行马上拖 发现街友在这里躺下就会被劝离 甚至连藏在隐秘处的家当 只要再用到公共区域通通被轻走 就有街友认为执法太严苛 却又有人认为做街友也要有功德心 这一站就会来的 港湾都在火车站的一个铁锅里面 这款的衣裳是怎么办 台中市政府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用立即上工的街友 清除占用公共区间的街友家当 马上拖这一招会不会太强势 长期辅导街友的创世人安基金会 肯定市政府的做法 我觉得是应该的啦 街友人权我们市民当中也有人权 我既然要当街友我就要当个好的街友 台中市政府在火车站绿川两侧和第一广场 化为三大进口区 警方市会局一天造三餐茶器驱离 未来还要在设备上做变化 让街友连躺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火车站有没有 它就长条形座椅啊 那它后来就把它改成单人 比照这个模式 看看有哪个地方需要做这样的调整跟改变 主要就是说用比较人性的方式 经济不景气 台中市这两年街友变多 平均在200人上下 街友是全世界大都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除了驱离 现在市政府也透过提供工作和安置的做法 希望能让街友早日脱离街头的日子 记者黄庆龙在世界台中报道